昨天主题为《传承友谊星火,共创美好未来的古领园,中美民间友好论坛》,在福建省福州市成功举行。 古领之友部分成员以及中美各界人士参加,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 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,指出古领之友们的经历再次证明, 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、文化、语言的差异,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,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。 希望大家把古领故事和古领情缘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, 让中美人民的友谊像古领上的千年柳山一样茁壮成长,生生不息。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中美民间交往,也希望美方积极顺应两国人民的意愿, 同中方相向而行,以实际行动,落实两国元首阿里岛会晤的共识, 支持两国民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, 推动中美关系,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。